大家好,我是Trici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荷蘭輸球遭遇尷尬數據 在對土耳其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中 下半場剛開始 荷蘭已經0比3落後 這是荷蘭至1961年以來 正式比賽中最快失三球的紀錄 講回賽事中 土耳其前鋒耶馬斯梅開二度 中場卡漢路股在下半場開始時再入一球 但橙衣軍團一球都沒有入 這場比賽,土耳其在46分鐘後 以3球率領先對手 如果不計友誼賽 荷蘭上一次這麼早失去三球 就要回到1961年 當時他們是對著匈牙利的 對手只用了36分鐘 荷蘭已經是0比3落後給匈牙利了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拜拜